我们人碰到事情 经常就是第一句话 就是常说别人不好 你怎么不好 你怎么不好 诽谤他人 做什么事情 总是说你不好 要让他让你 从来不知道 自己去让别人的 你记住了 你经常去让别人 让你时间长了 你会慢慢的偏执 你会我执 你时间长了 就会退失佛心 佛心就会退失 所以慢慢时间长了 你就会不修心 不学佛了 所以师父 让你们明白 种下难以挽回的恶因 就是因为你 每一时 每一刻 每一分 都在种恶因 你说我怎么得罪他了 人经常会讲一句话 我怎么得罪他了 我真的不知道 我为什么会得罪他 他为什么对我不好 你刚刚没给人家一个笑脸 你刚刚讲话很讨厌 你刚刚讲一句话 你只顾讲这个人 没考虑到 边上听的人 说者无益 听者有心 他记住了 你是在暗中讽刺他 种下了一个不好的恶因 这些都是不知道的 就像夫妻两个人吵架 吵了半天 说你为什么今天跟我吵 谁叫你讲这句话的 我什么时候讲了 你讲了你还不认识 你讲了你还不知道 我什么时候讲了 人这种因 都是无知 才种下的 种下了这么多的因 会影响你的前途事业 恶因会影响你的前途事业 你还不认识